一入境就篩檢 成了各国防疫的基本动作 不过台湾又传出 输出到国外的病例 一口气暴增19例 其中18例都是菲律宾移工 仰外界担心台湾出现 社区感染警报 这个代表说台湾的国内 在某些区块 似乎是有感染者存在 那现在产兰问题就出在 可能有华语可是懒得做 或者没有华语 所以没有去做这个检查 就觉得说台湾应该都是没有 心存侥幸这样子 那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虽然初步疫调 在台湾的接触者都是阴性 本土维持零感染 但是输出病例越来越多 却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这位中心坚持不用普塞 甚至还出动阵风单位 调查不停指挥的 彰化县卫生局 结果只查出违反两项规定 并且无法可发 跟当初的大动作相比 雷声大与电小 因为有些地方的事情 其实很小的事情 那他怎么说都是跟防疫有关呢 那是不是所有的防疫相关的事情 都要承报中央 不管多小的事情都要承报中央 这个就是要去解释这个法令 地方如果超前部署 比中央做得更积极的超前部署防疫 那这样算不算违法 那你说会造成寒蝉效应吗 如果寒蝉效应 张华县政府不会搞那么大一堂 还跟台大去合作 那大家也看得出来 有时候陈时中部长的意见 那跟什么学者专家意见都不同 但是事后证明大致上来说 陈时中部长的意见是对的 是防疫考量 还是制造补灾派的寒蝉效应 蓝绿各说各话 不过经过这场风波 智慧中心强调 未来打算定出法则 威胁地方政府的意味十足 未来地方在防疫上 恐怕留下少做少错的消极心态 欢迎新闻 宏熙与林静廷 杨芷玉台北报道